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时尚聚焦 星期五,24号 我在找资料看能不能做直播 我从来没有做过 希望以后,因为我们新闻跟直播差不多 那直播可能就更省一些时间 大家有个互动 因为其实现在都是靠朋友们留言了 常看我节目的朋友留言了 那互动可能就是比较更容易一点吧 应该是更容易一些 大家就是,我把新闻报了 然后我们每条新闻留些一点时间 比如说一条新闻在15分钟到20分钟 然后喘口气,然后播第二个 当然这是我理想话 就人家播直播都是 唰唰一下多长时间走下来了 我想不出来,一下走下来 我想不好 我原来比较还是固守 不过就这么循庆渐进的 十来分钟二十分钟一个新闻 如果跟大家互动的话 我个人新闻的内容就很快速跟大家过 然后我有我的观点 朋友们有自己的看法 唯一的问题就是 我不知道什么时间是对朋友们最合适 我们播两档节目 对吧 是,就美国东部时间上午一档 傍晚一档 那这个时间点对哪些朋友最合适 基本上是应该是这样 就先打上招呼 因为我要看用什么设备做最合理 报一个简单的新闻 简单的我看不懂的新闻 这都是今天出来的 大概两个是国内的 一个是华尔街日报的 调查显示中国有6.6亿栋房子 每年依然需要增加5亿平方米的住房 看不懂,说自己心里话看不懂 这是每日经济新闻报的 官方披露原标题 官方披露有6亿栋房子 到底如何如何 数据是如何显现的 我就想问朋友 你手里有多少房子 对吧 那在北京有多少人住 那个住那么一个地下室 我不知道有没有地下室 就那么八九平米的房子 你给多少钱租的 你一个月租金给多少钱 给他多少钱 对吧 那6.6亿栋房子 全中国现在有十亿人口 不错了就 那人说所有这房子可能在农村的 在哪都成 在你们家山间都成 对不对 我觉得这没所谓 在你媳妇兜里的都无所谓 这个数在这 这个数量在这 然后有大批人住不上房子 然后有住上房子的人 里头空空的不知道该干嘛 搞不懂 这是中国的经济 然后这种情况还有五亿平方米 还有五亿平方米 你睡觉的时候 你能睡成你长得够一米八吗 你家床是一米八十两米的 宽度有多少 说kin size 对不对 kin size你在床上打滚 累死你 小王不够了 是不是 打 谁不打滚 谁都那个 然后呢 那么什么都没有 这东西是正常社会 正常人说的话 全国十亿人 有6.6亿栋房子 每年还需要五亿平方米 是他号召女人生孩子 不管爹是谁 女人怀孕 保胎 生出来就行了 对不对 生出来就行了 全中国都是猪窩 全中国都是猪圈 那你政策 国家政策是这 回到母西社会 那政策 他条款来的 这都是配的 都是来的 那你那头让女人生孩子 随便生 这头你房子说 6.6亿 然后在北京 那么多地方人住房 地方住这么一块地方 睡马路上有的是 睡那个 那个那个 那隧道里的有的是 人说那是假的 为了拍片的 我绝不否认 有些肯定是为了拍片 那不是问题 那终归那个 睡隧道的 还依然有 你没睡隧道 你一个月 给人房东多少钱 对吧 你手里有几套房子 出租 有多少房子出租 那些人为什么不买 这6.6亿 给他一栋 这不是胡来吗 对不对 人说那有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那绝当然是的 女人遍地世界 马路上全是女人 也有打光棍的 马路上全是率仔 那也有嫁不出去的 那当然是 这都是废话 对不对 那你共产党也好 中国也好 这个政府也好 你管的是全国的事 管不是他们家的事 你管管习近平他们家的事 你管得了吗 他让你管吗 这不是他瞎掰吗 这不是 你的基点 是在这个基点上 重磅 央视五个部门联合发言说 全国有6亿栋房子 结果这个标升热搜了 那能不热搜吗 都没房子 住着有的是 他说房价我买不起 你有点6.6亿 我房子买不起 谁干的 谁干的 哪个王宝宝高的干的 你爹生这小子 怎么生的 你娘怎么生的 那没问题 对吧 金正恩他哥哥 被生出来的时候 没有屁股下的排泄系统 从弄到沈阳做的排泄系统 北京医院是哪 弄排泄系统 后来被他弟子杀了 你说那是金正恩的长兄啊 那你也轮上这个 中国人讲这个 办了缺责的事 生完还没有排泄系统 没有排泄系统 多文明这话 对不对 我可没说别的 你不是就是 那你管这个国家的人 你不就 你是人吧 对不对 十亿人口 六亿栋房子 然后看我节目 很多朋友都买不起房子 那房子还往上标 更王不高的就是这事 中国房地产巨头 碧桂园准备重新开始拿地了 那走出了低迷 一年多了 首次计划在地方政府土地拍卖中 要买房 要买住宅用地 表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低迷正在缓和 这是刚刚才 刚刚出来的消息 把三个消息合在一起 都讲了中国的房地产 然后看我节目 你就说我们朋友们 你有你有多大本事 你能买多少房子 这是今天中国的蓬勃发展状况 这是今天中国经济走出低迷的事实 对不对 那个6.6亿房子 10亿人口 然后很多人住不上 还得交高租子 你说谁能读得懂习近平 你说谁能看得明白今天的中共国 就在西方社会中说我能看看明白中共国 我能知道它是为什么 谁能看得明白 谁能看得明白 我说句难听话 我跟你开个玩笑 我们反正说 很多从国内来到中 来到北美的 欧洲也一样 来到北美的 你家里有钱 对吧 买房子之地吹牛皮 吹了一通 然后把孩子带过来 特别是孩子 如果你孩子小的时候带过来 特别是那些读书的 那个在大公司上班的 给人打工的 当奴隶用的 那个就那写程序员的 那孩子上学了 那孩子就在这边长大 他的文化是在这边 然后呢 那个成功的走向国外的那些大陆人 觉得自己很牛叉 所以在外头都是这样 他害怕不敢说话 那在里头都是一回国 就是我现在马上入籍了 你别着急 我都快入籍了 他快入籍了 他快成美国人了 在讲述着 跟人在讲述着 他眼睛里的美国是什么样 美国人应该是这样 美国人是这样的 你们都是傻瓜 你们都不懂 有时候我个人就看着故事 我觉得看着挺可笑 我觉得挺可笑 有一朋友吹牛 吹牛后来那个是个女士 然后我跟他开玩笑 都是四五三四十岁 四五十岁的婆娘 我跟他开玩笑 我说我说句话 你别介意 他说OK 我说你上洗手间 你在家里上洗手间 你关门吗 他一下给他问啥了 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说你关门吗 你洗手间门关不关 冷 我说你上完洗手间 冲毛根 你把盖盖上吗 他就更傻了 他说你说什么意思 我说没什么意思 太多的中共国人 我跟你说 就上洗手间擦那个桌面 那个洗手 大家上完洗手间洗手 肯定有水的 擦干净 我没见几个擦的 人们没有这个习惯 中共国人 没有 改也改不了 当你带着这东西 根本连他的基本文明 基本文化都不具备 当你去回国大谈 你在美国的建文的时候 你算是怎么回事 一样的道理 那美国人以这样的方式 生存的时候 在看到今天中共国的做法 他同样看不懂 所以很多故事不是这样 是人生命本质上的 这地方 吹牛皮 都是骗钱法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